如果真的是让柯文哲拿到了舞台的话 你看着好了 纵然出让一席 柯文哲也会把国民党搞得天翻地覆 况且双方已经没有所谓的互信基础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之说的主讲人张有华 李让 承让 要让 非让 这个让 在2月25号 傅昆奇在花莲办共事营的时候 就是召开闭门会议 由三轮投票来决定 要不要李让一起召委给民众党 他问的第一个问题 站不站成李让 有将近40多位是3比1 30席的立委 支持 同意 李让 同意李让 第二个 就是说 知不支持 或者是李让 一起召委给民众党 也通过了 那第三个 就是说 八个委员会 是哪一个委员会 给白银 就是这三题 那现在 国民党内部在共事营 至少一半以上的 立委 同意 李让 一席召委 就是同意跟白银合作 第二个 李让 一席召委 第三个 这个召委 究竟是哪一个委员会 那现在原则决定 司法委员会 不让 财政委员会 也不让 那其他的委员会 如果要让的话 依据朱立伦的讲法 有32项的 优先法案 就是民生法案 必须在这个会期里面通过 所以综合这一些 各位就可以看得到 他李让的部分 在这个32个法案当中 是属于八个不同的委员会 那其中 他们会让一个跟32项法案 比较不相干的 召委 给白银 国民党之所以 吵了个半天 要不要李让 召委 那 白银现在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 我要看你李让的席次 那是什么 我再来做一个决定 那显然就是因为这句话 让 国民党的基层 全面炸锅 全面炸锅 就是说 我已经绝对比让你 你还挑三掩饰 这个就是说 值得注意一个 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 已经出现 就是说 国民党出让的召委 民众党领不领情 那陈儒 韩国瑜 他也在2月25号 共事营 讲的神仙老虎狗 生诞尽莫仇 神仙老虎狗 当然这是一句驴语 那事实上 韩国瑜在这个共事营 他 简短谈话 虽然只有20分钟 他就离席 但是就韩国瑜 他的立场上面 他来看的话 就是说 至少至少至少 用什么方式去尊重 民众党 这个是国民党 必须要考量的一个问题 那其次 支不支持李让 当然 半数以上的 通通支持 那至于李让的席次 是什么 这个在内部 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一方面 有32项的优先法案 另外一方面 就可以告诉各位 就是说 赵伟 他通常 好 过去了 过去 过去的赵伟 通常很少 由新科立委担任 通常一般是由 资深的 不分区立委担任 因为不分区 是不必经营选区 如果你担任了 招委的话 你又是区域立委 除非你在台北市还好 如果是在其他县市 中南部的话 那问题很大 因为他必须南北奔波 所以在这一席里让 究竟是哪一个委员会 事实上 交通委员会是不可能利益所在 财政委员会也不可能 未还委员会也不可能 然后 那个文教委员会也不可能 外市房屋委员会 或许可以一席 然而不管怎么算 因为国民党 这一些委员 都希望能够实时掌握到 巴西的招委 就是国民党跟民进党 他希望实时掌握 巴西立委 那现在有人提了出来 干嘛去跟白银合作 白银过去怎么对待我们的 就是说双方互不信任 那同时白银他也想 我要看你让的席次 那是什么 我再来决定 那显然 白银是有盖章的权利 蓝银只有双手奉送的权利 这个不是叫投降吗 所以现在蓝银的基层 炸锅 因为那我听我的很多蓝银的 基层装脚讲 干什么要让 为什么要让 为什么还要出让 为什么国民党才要主动 而不是双方好好的谈完以后 你再决定要不要让的席次 那现在等于是拱守江山 你让给别人 别人还要盖章 他说这个白银 他会接受 况且白银还要挑三减四 白银还要挑三减四 所以他们认为说可以不让 他说现在柯文哲做的是什么事 就是地下党边的事 当然柯文哲也是迫于无奈 他身为党主席 况且战场又在立院 如果他不天天肉脸的话 他这个党主席就变成神隐党主席 所以就逼得柯文哲要找一个舞台 那我经常讲 你只要舞台给了柯文哲 不管是任何人搭建 他都会玩得非常愉快 他都在玩你 你纵然舞台是你建的 他会玩到淋漓尽致 他才肯罢手 然后玩完了以后 再一起回马枪 所以国民党必须要搞懂一件事情 你究竟是要争取跟民众党合作 还是民众党的党主席柯文哲合作 还是民众党的总召 黄国昌黄珊珊等人合作 国民党是要搞清楚这些事情 那现在基层炸锅的结果 国民党还是会推理让一起召委 可是今天是2月26号 2月29号就要选 至于出让的是哪一席 国民党就必须要做一个审慎考量 通常比较重要的 像财政交通 还有包含 未还 因为 还有包含 其他的 那真正不重要的 大概是三个 一个是内政 一个是文教 还有一个是外事跟军事 只有这三个可以了 其他五个 国民党是事实捍卫自己权力 是绝对不让 那请问一下 国民党究竟要让哪一个 这个就在考验国民党 你合作的对象究竟是柯文哲 黄国昌 还是黄珊珊 那你还是说 我跟你这八十党团 党团跟党团之间写上 不要让柯文哲插手 那蓝银基层之所以炸锅 就是韩国瑜讲的 谁先饶虎狗 我选的那么的辛苦 到了最后 我这个半壁将争 我要拱手让给你 我还让你挑三拣四 这个不是错面自干吗 自打耳光吗 所以国民党的基层 坦白说了 对柯文哲的印象是非常不好 但是既然傅昆奇 他说我们要有善意的回应 就是希望你赶召柯文哲 但是事实上柯文哲这个人 是不领刑的 因为亚时伯格政 是不会顾及到别人的感受 那现在国民党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把这三个全部都搅在一起 党团也好 总召也好 柯文哲也好 通通搅在一起 通通搅在一起的结果 只有一个问题 如果真的是让柯文哲 拿到了舞台的话 你看着好了 纵然出让一席 柯文哲也会把国民党搞得天翻地覆 况且双方已经没有所谓的互信基础 双方已经讲了就法案的合作 但是除了一表之外的 你还是有人主张跟柯合作 当然主张跟柯合作的 通常都是所谓的区域立委 因为柯文哲只要在他那个选区 你派一个人选的话 你未必选得上 所以国民党要不要受民众党的牵制 这个就是朱立伦也好 傅昆席也好 他们要考量的一件大事